Hello,大家好,我是西岩 随着AI的快速发展 多模态大模型的应用日益广泛 今天我将介绍Olama平台的视觉语言模型 Lama 3.2 Vision 通过一个发表数据识别的实例 展示多模态模型在实际业务中的应用价值 比如在这里,退化框中输入发表图片 就能获得商品的购买记录 如果再加上Google的Apps Script的联动 实质自动化 最后就能在Spreadsheet中看到该数据 是不是还挺神奇的 废话不多说,Let's go 我是西岩,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 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最直观的例子 分享数据科学、机器学习AI等知识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关注,不迷路哦 首先,我们在地址栏搜索红LamaLama3.2 Vision 搜索结果第一位,点击打开 然后这边有两个模型供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参数比较小的11B 然后我们复制右边的命令 接着,我们打开Terminal 这里粘贴并预行命令 安装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输入一些信息 跟他对话 比如说,我问他 你有了Vision这个功能 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 巴拉巴拉巴拉 说了很多 我们跟他说拜拜 结束对话 然后我们回到DeFi的页面 右上角设置 然后在这里 模型供应商 我们要添加模型 在Olama这边 我们应该选择添加模型 但是我是已经添加过了 所以在这边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配置 比如这里选LM 模型名称 Lama3.2 Vision UIL就是这个 模型类型 对话 模型上开文的长度 和TOPEN的上限 可以设置的大一些 视觉选择启用 接着保存就好 让我们来看一张 来自新安奶茶店的消费发票 随着发票上 包含了发票编号 消费总额等多项信息 在这次 我们主要关注商品清单部分 商品名称 单价 数量 以及总价 我们的目标 是准确识别这些购买信息 并结构化的格式输出 我们先从最基础的开始看 这次我视线已经打好了整个China Flow 这里的Level 0是最简单的China Flow 将图片信息转化为JSON格式信息 这里的Level 1相比于之前的Level 0 提取了特定信息 并且优化了输出结果 方便查看 最下面的Level 2 则是完全的自动化 上传图片后 信息就会自动录入到表格中 而且还会涉及到很多内容 会单独开一篇来讲解 这一次就先来讲讲 图片识别基础 打击流程 这里不管是Level 1 我们都要从开始这里 点开开始 我们这里需要创建一个变量 我们选择单文件 变量名称是Image 显示名称图片 这里够选图片 上传文件类型 选择本地上传 Btn 然后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连接上Lam0 从最简单的图片识别开始看 接下来 我们需要搭建一个LM 来提取图片信息 这里我们点开 就是这里的节点 模型这里 我们选用刚刚本地补出好的 Lamma3.2 Vision 温度参数我们调整这里 其他参数选择不启用 接着在系统提示词这里 我们填入 你是一个发票数据提取人家 你会获得一张发票图片 然后将图片中所有信息 传化为JSON格式 接下来下面 视觉这里 一定要选择启用 并且下面我们要设置一个变量 就是之前在开始我们设置的Image 选择之后 这个节点的设置就完成了 接着就添加一个普通的回复 设置之前的Tax变量信息 这样我们Leveling就基本设置完成了 这里简单讲一下JSON格式是什么 可以把JSON格式想象成一个结构化叙述Object的笔记本 这个Object可以是任意的对象 比如下面用JSON对小名的叙述 当然使用大括号来包住整个笔记本的内容 最开始是姓名小名 引022 这两个就是简直对一对一的字典形式 第三个爱好这里 因为爱好可能有很多个 所以Value只是这边用列表形式表示了出来 但如果是一个爱好 也是可以用列表来表示的 比如这里拦截后面加上方公号就可以了 联系方式这边 电话邮箱属于字典里套字典了 最后大学生通过Borges True or False里面的True 就可以判断小名是大学生 JSON格式通过简直对 这种字典的方式来描述对象 将信息以曾经结构的形式清晰的组织起来 让数据的逻辑关系一目了然 这里我们就预览看一下预警结果 我们先点击本地上传我们的发表图片 在这里我们不用输入明确的任务提示词 因为我们已经在LM中的系统提示词写过了 这里对话框因为必须输入些什么 所以随便写就好了 1.7回车运行 然后这边就开始生成 我们从上面开始看 这里是发票的号码 都是发票的日期 日期金额 接下来是对购买商品的描述 单价数量和商品总额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发票图片里的信息就转化成了曾经结构分明的这次提示 增加了结果的可图性 同样LM3.2温度参数0 下游的参数选择不齐用 然后这里的系统提示词相对比较复杂 我告诉他 你是一个发票数据提取人家 然后这里的任务 为了图片之后识别发票 然后提取以下的详细信息 这里有商品的描述过名称 商品的数量 商品的单价 以及商品的总价 用提示词告诉他Jason的格式 最后步骤和注意事项用来补充说明 提升结果的准确性 最后这边 记得同样开启视觉的选项 我们这里同样是选择开始里面的image变量 这里L1M的设置除了系统提示词 指令提取内容之外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因为level0回答你的文字段落和Jason 问杂在一起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新添加一个参数提取器 接下来我们要新添加一个参数提取器节点 来提取Jason 这是一个参数提取器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设置这个节点 作为设置的内容 我们依然选择Lama3.2 温度参数为0 其他参数不齐用 然后这里输入的变量 就是这个L1M的输出结果 我们这里需要设置一下 请取的参数 这里我们就简单点写 Items ItemsInformation 然后最后指令这里 让它提取Items的信息 然后我们设置完成 选择关闭 接下来我们再进入一个L1M节点 来格式转换增加可图性 在这L1M中 同样的温度参数为0的Lama3.2 我们需要在系统提示词这里 我们填入至输出Markdown表格 然后用户提示词这边 我让它将下面JSON格式 按Markdown表格形式输出 这里用斜杠 然后添加前一个节点的结果 也就是提取到的JSON格式 好的 这边的设置就完成了 这里是不需要启用视觉的 接着最后我们设置回复 填入上一个节点的变量 我们来预览一下 这里随便填选都可以 回车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Markdown表格形式就生成出来了 这个可图性是不是很高 我们同时可以直接粘贴复制这个结果 接着打开我们的Excel 这里选择粘贴 是不是很方便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 Level1的第二种不需要参数提取器的方法 我们先解除关联 再重新关联上 这里打开我设置好的LM 在这里 唯一的变化就是在模型这里 我们看到下方返回格式的参数这边 我选择了启用并填入了JSON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返回响应的格式 目前接受的值是字符穿JSON或JSON schema 返回格式这里 我们就填写JSON 这样就可以是回答结果中 里面只出现JSON格式的信息 而不会带有其他冗余的文本 这里我们同样设置好格式转换的LM和回复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点击预览 我们回到发表识别 这个LM的输出结果这里 Text里面就只有JSON的内容 简单说一下 这个功能利用了LM的结构化输出 Structured Outputs能力 除了指定JSON格式 还有一个更加精确 指定JSON schema通过UDE JSON模式来规范AI的响应格式 这种方式不仅确保了输出的一致性 还便于数据的后续处理和系统集成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并非所有大原模型都支持这种结构化输出功能 我们也可以尝试填入JSON schema 来看一下返回结果 这里我们点击LM 还记得我们下方启用的功能返回格式 这里我们将JSON换成JSON的Schema 输入好事后 我们再来预览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结果是不是跟刚才之前一样 我们可以详细来看一下这个我写的JSON schema 这个Schema非常准确啊 但不是很好写 所以我们可以把自己想要的结果交给AI 让他来帮我们热推JSON schema 最后Level2的内容我会留在下一期来讲 如果让数据的后续处理变得更自动化一些 可以储存到Notion或者Google的Spreadsheet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如果你觉得内容还不错记得点赞关注 我是戏言 我们下期再见